各位早晨,今天是5月25日 今天港股也有跟隨外圍做好些 開市之後升幅就擴闊到超過200點 因為美股昨晚都做好 三大指數升幅就介乎在0.5至1.4%之間 港股就進一步開始挑戰50天線 如果可以站穩在50天線以上兩天才算是正式的突破 我們看看今次有沒有機會可以試一下再突破 如果股份方面 今天有中國生物業績做好 不過就不太建議追 因為今天已經在反映這個利好 另外今天做好些的板塊 其實繼續都是消費、內需消費類型 還有就是醫藥、醫療類的股份 這兩個板塊都繼續做好